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我們來試打的是 寶可夢珠寺裡面的級別對戰 級別對戰是一種rank比賽 是比較公平有規則的一個特殊對戰模式 這邊必須要有任天的online服務 才有辦法在對戰經驗場裡面 跟其他的連線對戰 這個就是級別對戰的主畫面 後面看起來很熱血 他還有分賽季 目前賽季1從12月2號到明年的1月5號 大概就一個月的時間 那目前我們是新手級的rank1 還沒有打過任何的對戰 那如果是對戰新手的話呢 推薦大家先打單打對戰 因為雙打的這個策略會很複雜 你遇到的狀況會很多 所以可能會更加的困難 那這隻想先嘗試只使用新的寶可夢 只有這一代才有的特殊寶可夢呢 我們要來選擇他然後讓他們發揮用場 目前我練的角色並不多 大概就這7隻 然後還有一個岩石巨靈可以做替換 我們來試一下這樣的組合 有什麼樣的缺點或是可以好打的地方 一個隊伍要準備6隻寶可夢 每個人攜帶的物品呢都不能重複 也就是不用兩個氣勢匹帶 那我斷強將沒有裝備道具呢 是因為他的特性呢是順手牽羊 主要是用來偷道具用的 那這邊就接下來我們第一個對戰 那這邊的對戰方式呢 是六選3個寶可夢出場 那對面也會選3隻 但是你不知道他到底選哪些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他可能會先派出什麼樣的角色 那他的第一位成員可能就是金光花 或是這個長矛巨魔 通常會配一些輔助型的 或是擾亂型的來鋪場用的 所以這邊要預想他的隊伍 來做我的隊伍選擇 對戰順勢開始 不吃香菜的傢伙 來囉他的第一隻是誰呢 一家屬 那你直接用一家屬屬 速度直接打到底嗎 他沒有加任的能力的話 直接打 不過他的速度倒是很快 那我們這邊呢 嗯 直接打不知道能不能打得死欸 因為我現在裝的是 呃 專注的那個 頭巾 物理上他有增加 我會不會太近的話 直接硬打就打死他 那我們可能先保留一下 我們先急速折返 先換個角色 OK 我很痛欸 哇 我剛剛應該直接用草系招打的 前面萬花 要害打下去應該就秒掉了 因為一家屬屬屬一樣不多嘛 那 大機率應該是直接用屬屬啦 他不能用總子機關槍打我的假面喵嘛 那 不過他也可能預判我可能會換人 那這邊我們就選 草系跟一般都不怕的 我們有鬼系的屬性 還有鋼系嘛 來 屬屬兒 欸 完全無效 我們的幽靈系喔 發揮了用處 那我們這邊其實應該是可以 詭計一下會比較好 那我直接解決他了 欸 他居然使用極速折返 通常如果他的特性是技術高手的話 應該是不太學得著欸 好 換人了 他特性選擇不一樣 暴鯉龍 OK喔 我這邊丟的是 力量寶石 岩石系招式 對他有效 那他威嚇對我來說沒關係 我們是特攻型的 這個 打一半 他也都是閃光的欸 色違 直接再打吧 我怕他有咬碎 咬碎也要去 應該是不會死 但可能是半血 那我的太金系是幽靈系 再打一顆好了 他有什麼招 沒有 我速度還比他快 我的賽夫王其實是速度練滿的 那暴鯉龍 解決 他又派回了一家屬 那這個大概是要 嗯 他要幹嘛 犧牲打 多打一下 那他對我來說沒什麼威脅 所以我這邊保險幾件 其實應該先 詭計一下 這種不會死 然後你安全的回合呢 就是要加能力 你的優勢才會越變越大 我不知道他最後一隻 有什麼樣的寶可夢 那這邊我是選擇 直接把他解決掉了 好應該 因為我們的其他人都還活著嘛 來 剩下最後一隻 快龍 哪泥 最後的 哇 異色的 好綠喔 這邊的快龍 快龍的話 力量寶石直接砸 傷害夠嗎 好鬼 其實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補欸 他這個傷害也許有點高 我們先砸砸看 跑速度比他快 砸 不是很痛欸 大概四分之一 畢竟我們沒有淹石系 他跳龍住了 好這個加能力的話 我們可能會比較麻煩 然後 還加速度 我現在可能比他慢喔 在 硬砸嗎 硬砸行不行 不過這一代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要太金化 太金化 屬性在對戰裡面呢 就通常會換屬性了 不會再因為傷害比較高所以用某一種屬性 就是原本的屬性 他這邊是一般系 快龍好像有一種神速 然後一般這個加強1.5倍嘛 哇他這邊還有配地震 哇我這剛性子被打掉 他跳一次龍武傷害增加了 OK這塊龍 有點麻煩 我們的速度 哇他還有裝祕獄喔 生命寶珠的話 傷害更高 我假面貓會比他快嗎 我們來看一下 不過呢因為他現在不是龍系的 我的嬉鬧對他來說沒效 哇神速 啊先制招 哇直接死欸好痛喔 這邊加上這個1.5倍之後 再加上他的生命寶珠 這個傷害硬打是超痛的 那沒關係神速對我們的殘忍鬼無效 但是他有地震嘛 啊不過我的有氣勢披帶 是一個比較基礎的戰術 就是氣勢披帶 然後活下來之後呢我有劍武 那這邊我的太金化是龍系的 想說專門克龍 這一代的龍系蠻多的 啊不過大致上好像 大家龍系都會換屬性欸 所以我們這個太金龍好像 可能沒這麼好 我之後可能考慮換一下 那我們先 太金化 主要是我這邊也可以不怕水啦 或是不怕 惡系啦 什麼鬼系招 變成龍了 對面使用地震 OK我應該是 直接剩一滴 沒問題 沒問題 那我們這邊速度大幅提升 那我一定比他快 當然他一定想用神速嘛 那我先毀念劍 直接開 啊解決了 直接秒殺 那即使他沒有死呢 我下回合 有幽靈系的先制招 我速度比他快應該是 有辦法優先的 那因為命運的關係 也是直接打死我兩隻了啦 傷害也是夠高的 OK所以這邊要小心快龍的這種神速的阻隔 我們戰勝了第一戰了 感謝我們的對戰對手 獲勝 獲勝之後也得到了經驗值 我們的rank上要慢慢的提升 那接下來第二戰 一方賽富翁 岩石巨靈 很多龍欸 兩隻龍 還有一個肯太羅 洗衣機 這個托洛姆的組合好像很潤用 來了 他的第一隻呢 庫洛斯 啊 哪泥 居然是派牛 牛有什麼招呢 這也是新的 惡系加上火系嘛 來我們這邊效果都不好 我應該選我的海豚匣的 這邊我先換人 那 他有火系招 打我一定是秒殺 我來換人 OK 不過大致上遇到這種假面喵第一隻的話 他通常都是要換人啦 除非你是可以直接被他打死的那種角色 那就是換對方換人喔 那我們來選一個不怕火的 我這邊帶了岩石巨靈 然後岩石系 然後物防又高 被撞應該是比較普通 他使用的是閃現衝鋒 直接撞 效果非常不好 那這個狀態對我們來說非常好 就是我可以使用鐵壁了 那這個物攻打我又不痛 他大概有格鬥系嗎 晉升戰他學得會嗎 我們先加鐵壁 他速度比我快 然後這隻是防禦力煉蠻 血量也是煉蠻的一個 耐久型角色 這隻 喔 太天化了欸 太天化 太天化這隻牛 我們可以變什麼屬性 草...草戲 難道是起草的草戲招數嗎 他應該可以學那招吧 草...戲 我...太...太基因爆發了 OK 這就有刻到我了 傷害怎麼樣 喔...沒有到太痛 大概...不到一半 我這邊鐵壁下去就不痛了 他這個其實會看到攻擊力 所以他是物攻型的 OK那...好像我可以繼續鐵壁喔 那甚至我還有自我恢復 我有補血招 自我再生 我這邊都忘記加PP了 倒是感覺PP要補一下欸 補貝有點少 然後他再用一次 來 可是我剛鐵壁了 所以他傷害只剩下340 那我再生 直接補一半 補了100 再加上我攜帶的道具是聖飯 那隻剩東西再補血 我快補回來了耶 那個狀態對我們來說非常的有利 那我們就是繼續疊鐵壁啦 那他不換人的話應該是打不死我了 看他目前大概最強的招式就只有那個太金爆發 他換人了 OK非常聰明的選擇 接下來他如果有特攻型的 喔他是快龍 好那這個應該也是物攻 那...應該還撐得住 快龍的話有什麼招可以課我嗎 冰...嗯...好像...還好地震 大概是地震吧 沒關係我們鐵壁也慢慢疊了 鐵壁兩層了 再來一層嗎 我的太金呢是鬼系 可能鬼系閃下他的地震好了 怕有什麼招式 我們先把他淹起來 煙死菌的太金鬼呢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畢竟他這個特性 這個鬼系上來減半 所以他的弱點就只剩下惡系兩倍 那其他都沒有 那惡系的招式 欸...屋裡型的好像比較多 只有二隻波動吧 那還有什麼特攻嗎 那我們這邊先把他淹起來 那他有龍之舞 但是我的防禦高到不行 在這種對戰中配一隻或兩隻這種防禦型的也是蠻重要的 有些敵人就是打不穿 打不穿你的優勢就可以慢慢滾雪球越打越大 所以一些輔助的寶可夢也是非常的需要 那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呢 鋪擊 這樣來說沒有效 但是就是他飛行 但是我這個防禦力鐵壁再加上去 我們疊到六層的鐵壁 那他跳龍武增加攻擊力的速度太慢了 我這邊一次加兩階 就是防禦力已經六階了 就是以前的四倍的防禦力量 所以他完全打不上我 所以如果你沒有把這種狀態消除啦 或是把我趕走 口叫啦或什麼哈欠之類的啊 欸就會讓這種加能力的 夥伴一直在這個場上越變越強 你就完全拿他沒辦法 所以對戰就是最怕這種狀況 那他一直跳但是 我們這個打下去 雖然效果不好還是直接一半以上打掉了 這就是我們鐵壁防禦力超高的狀態下的波及啦 感覺有點可怕 好那剩下他的肯太羅 還有一隻是誰啊 肯太羅出來了 這我們也大概直接壓扁 應該沒什麼懸念 剛剛連效果不好都直接扁了 他直接投降了欸 他是不是還有一隻沒有出場 但因為我們現在還在新手級喔 所以大家可能也是 隨便玩玩 所以遇到對手可能也是在嘗試隊伍啦 這邊我們獲勝了第二場 今天直接加到Rank2 他這個新手級大概Rank10嗎 才會升一級吧 那這邊我們再來第三場 而對面 額武龍小多 除色好多 就是那種高種族值的啦 來看一下第一個是 飛以斯 喔他也認鬼 那 這種的打法通常沒意外都是 氣勢披帶 然後就是跳劍舞 那 哇我的海豚俠 我一定得打他欸 但是我如果不變身 我直接水流破裂大概也打不死他 我還得變身 那 欸沒辦法欸 我太盡化 我太盡化是水 傷害夠嗎 我不要拚秒殺 不過他一定是皮帶 所以秒殺不了 那我又沒有學先制招 對 其實我這隻如果方便的話 他的太盡是啥 太盡是鬼 欸 那我的水系對他來說也還好 好 那我確實 目前沒什麼招可以打他 那我剛好就換人啦 海豚俠 等等劍 OK 那這個 我會幫他加速 不過 我也算破了他的氣勢披帶啊 倒是沒關係 反正本來就是要打兩下 所以接下來 我們要選誰呢 鬼系招 還是我也常也認鬼跟他拚 以這個狀態來說 我也扛得住我也可以跳劍舞 反正一人一刀 看誰比較快嘍 那跳劍舞了 OK 那 換我跳 我們現在的狀態 我是比他優勢的 我還有一個氣勢披帶可以 嗯 你這東西先制招加1 那你這個傷害應該是秒殺 對 我一個 帶 好 那換我跳劍舞了 那這樣子就是看誰速度比較快嘍 然後都是先制招 就會回歸到最原本的 速度 我們這隻速度練滿 然後個性也是加速度 所以對方如果個性是加 攻擊力的話呢 我應該會比他快 品質偷襲 來吧 哦 我比較快 啊 那應該是個性的問題嘍 我的努力子通常應該是會練滿吧 OK 那解決他的太聽話了 準備還要保留著 好他想 就想靠這一隻 一直秒下去吧 我劍舞 這個GP帶弱點就是 先制招啦 或是比他快的招式 或是不怕鬼系的 沒辦法一燒秒的話 那他就死 火神鵝 嗯 我們現在 吸個血看看 毀念劍 他現在是火系加蟲系 那我太聽話 真的可以考慮換一下 來毀念劍 應該能吸不錯 秒殺勒 畢竟有一次劍舞嘛 傷害比較高 然後我們又有加速 這是最基本的 這個三輪鬼的對戰打法 那很單純 但有時候的狀態下也是滿好用的 可以那剩下一隻 有一隻是誰 Mosuno Mosuno 喔 這個雪兒 雪兒有什麼樣的特殊戰法呢 這隻比較少見 好他投降了 好那我們就順利獲勝 這個大概就是對戰的感覺 每次打起來都不太一樣 因為對手不知道是派哪些出場嗎 甚至他的太盡屬性啦 他帶道具啦 他使用的招式配招啊 其實變化非常多 就是對戰裡面令人著迷的地方 然後加上我已經很久沒有打對戰了 那又是新版本 新的環境 到底哪些寶可夢更加適合呢 大家也可以一起來挑戰看看 好的以上就是新手對戰的小體驗 分享給大家啦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